今天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通过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 对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调取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内地在港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底稿 做出了安排 其实早在2009年和2010年 财政部的监督局和香港证监会 就已经签署了一个监管的合作协议 就提升在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年报质量 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此次三方合作备忘录一个签署 能够进一步的促进 两地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的合作 财政部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也达成了 就调取香港会计师事务所 存放于内地的审计工作底稿的共识 随着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不断融合 内地赴港上市和发债的 金融机构和企业越来越多 在香港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也逐年增强 截至2018年12月 内地赴港上市公司占港交所上市公司数量的50% 市值将近70% 在内地会计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香港会计师行业到内地职业执行业务 与内地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完成 内地在港上市公司审计的情形越来越普遍 这次和香港证监会签署这个合作备忘录 主要是因为香港证监会 它对于香港的会计师没有监管权 但是它在履行相关执法合作的时候 又需要获取这些工作底稿 所以说的话 只能够通过两地监管机构合作的方式 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加强内地与香港的监管合作 既是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和香港金融安全的制度保障 更是国家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需要 来解决会签网络